好吧 藍白合不合 大家都關心這個話題 我走在路上很多人拉著我問 王靖民說一定會合 但是他說藍白合簡單 侯友宜跟柯文哲 這不難 比較難的是郭台銘 王靖民提出一個新的觀點 郭台銘比較棘手 但是三方整合可能性非常大 那郭台銘棘棘手 三方都大 如果沒有郭台銘 那兩方不更大嗎 所以看來王靖民兇有成竹 郭台銘現在連署 到底有沒有遇到瓶頸 黃師兄說30萬基本門票會哪 你看他們現在目標 幾個慢慢下修了 當時郭台銘票100萬對不對 後來說100萬哪個要200萬 真的下去以後就發覺 好像不是這樣 但是我又聽說在高雄那邊 昨天有朋友說 說比如說有些國營事業 就集體在裡面替郭台銘連署 那就受到上面綠營的要求 員工集體要替郭台銘連署 我也有朋友也綠的 他們說綠的朋友也在替郭台銘連署 這的話應該沒問題 票應該不少才對 黃師就說30萬會拿到 我也相信30萬應該可以拿到才對 可是對他原來的100萬 200萬 大概難度比較高 另外說郭台銘也動用商店人墨 郭台銘也動用商店人墨 到底現在有多少連署 郭台銘的競選辦公室說 企業是自主支持的 不是我們去動員的 他們自己來支持我們 我們也動員他們 另外一個傳出來說 只要設一個連署站 每天只要連署30份 一個月就可以有3萬塊 郭台銘辦公室說是假的 沒有這樣的事情 另外這個 因為最近看不到郭台銘 就是很多要採訪他也採訪不到 那去哪裡了 黃師就說他在研究政策 到時候閃臉不明 一鳴驚人 政策提出來嚇死你們 意思是講 我們看一下 即將進入最後整合 諸人再試善意 包括誰當政的 誰當副的藍營 沒有預設 候選人跟候選人中間 一定很快的 希望能夠見面 結成政治聯盟的方法 我們從未預設立場 也從未排除任何的方法 持續堆疊善意 但除整合 柯正營替口組織不遺餘力的 前立法院長王靖平也提醒郭台銘 才是真正難停 侯科兩個人類 他們有他們相當的革命情感 郭董是比較棘手 對南白來講當然是比較棘手 當然也要尊重郭董 他的有這個聯署的權利 郭台銘的東區總戰之者 集結充人氣 連署起跑兩週已經過去 傳出分數逼近過關門檻30萬 郭正營卻始終不願公開 30萬的基本門票 我一定幫郭董拿到 最近這兩天 我們真的在盤點 包括站點的 包括社團的 在颱風過後 我們就會來公佈了 不過為了做出成績來 除站點之外 如今更有鴻海員工透露 這份聯署出 不僅大家都有 現在更直接放在公司打卡中 帶上有些截圖 就好像在有一些公司 他們有發放這些空白的聯署書 有一些外界就會做文章說 這是不是政治介入企業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都是大家自主性的支持 沒有任何人有權力強迫別人 簽署聯署書 聯署書放打卡中 只是方便取用不強迫 來 賴委員 我看郭董的這個聯署 因為剛剛講說 最起碼30萬一定達到 廢話 因為要28萬多才是 所以你低空飛過 當然這個是30萬 應該是基本門檻 但是看剛剛的黃世修講 包括這個數字上來看 好像前9月20到10月1號 這中間的分數 好像並沒有這麼容易 所以我相信這個一開始大家覺得 整個氣勢還有他的這個 要為了整合在野而成為聯署的 這個叫郭賴沛 剛剛說是郭霞霈 郭霞霈 到現在看起來氣勢是沒有那麼高 但是如果說聯署的部分 如果像趙大哥講說 有一些綠營幫忙 誰幫忙 達標一定沒有問題 我在想的是說 剛剛王金平這個全院長講到說 最難的是郭台銘 會不會是在講這件事 就是聯署打標了 那他11月24號登記與否 登記下去之後 那個整合到底是 誰跟誰怎麼整 那到底是雞喀都 也許這個事情 現在就已經是一個 健在懸上的問題 撇開郭董不講 我想柯跟朱主席 或者是侯市長的關係 他們都聲稱說都有友誼 都有這個長久的認識 但畢竟現在走到的是政黨跟政黨 有沒有可能說 為了2024要讓民進黨的政權 必須要停下來 甚至要讓他們知道 國人對這個事情的憤怒 而有一個新的 嶄新的一個結盟 不管叫在野的合作 還是在野的聯盟 或者是什麼菲律陣營 我覺得不外乎是說 怎麼樣的一個代表人物 能夠在最大公約數裡面被接受 我相信這應該是現在 大家比較理解的框架 但是如果說是政黨之間的合作 我自己想了很久 整個兩個政黨之間要怎麼合作 然後又有三個選票要去投 到底要怎麼合 我們自己也常常會討論 那就代表說大家有心想要說 把這個在野的力量真的做大做實 可是做法上跟策略上 是什麼樣的程序 誰來有這個公開的一個平台 也不能讓國人說 好像你們就是講好 然後悶起來 然後什麼分贈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也是對選舉是負面的 不會 我像郭董的發言人黃世修 因為他今天這樣講法 事實上我覺得這就代表 他連署狀況並不好 因為他把它變成30萬一定能夠達成 然後目標是50萬衝看看 看起來目標值已經腰斬了 事實上在我們跑基層的感覺 其實已經很少人在去問說 郭董的連署狀況怎麼樣 他選不選 其實已經這個話題很少人在提 也不是那麼關心 那麼反而真的是比較熱的話題 就是藍白會不會核 藍白一定要核 一定要下架民進黨 因為我最近都在跑流感疫苗 大家打流感疫苗 老人家更是在乎這個議題 我個人是覺得就說 藍白核的一個階段性 就是第一階段有關於立委 區立委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有一些區立委 有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當然他也單純 當然現在進入深水區 進入深水區之後 柯P還是滿厲害的 他是先出招 就是說藍白核的一個前提 就是比民調 比民調 當然我覺得這也是柯P 應該他唯一的他的武器 唯一他最有優勢的地方 但是就說國民黨可不可以完全接招 除了好像現好一副大 有些媒體人說 為什麼國民黨不敢接招 就是侯友宜的民調拉不起來 什麼他現在是老三等等 其實我覺得因為不只是說 今天的民調說實在 現在在一些主要的媒體 包含TBS 包含聯合報 那個大概 沒錯 柯P是領先 領先個一趴兩趴 你說到時候用這個一趴兩趴 來決定就說鬼往旁邊 就是我變成侯友宜整個退選 那這個部分 國民黨不要說國民黨中央 國民黨的基層支持者 可不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個都是姿勢體大 在柯文哲來講的話 反正他沒有什麼包袱 他就說我要比民調 然後我今天也聽說一個狀況 聽說他其實就是要搞到10月底 就10月底大家還看那個民調 因為他還是要衝民調 那對他來講他製造話題 他支撐民調 另外有一個其實這是我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當他去丟出這個 他的條件之後 如果未來非常非常不計 藍白合不起來的話 那麼這個責任就變成 移轉到是國民黨身上 就是說當時柯P 人家提出一個條件 是你國民黨沒有接招 國民黨沒有接受 這個我是比較擔心 不要說大家對於這樣的一個 焦慮 沮喪 憤怒的宣洩口 最後比較多的是 責任跟責難 放在國民黨的身上 我覺得這一點是 國民黨主旗是要特別小心的 有一點我還是不解 我剛剛在思考 黃師兄我講這個話 就是說其實在這個時候 郭董才應該出來講話 我說沒有什麼立場 就是說純粹從選舉就是說 假如我現在要衝連署 我當然這時候要衝出來 要不斷的造勢 他之前造勢對不對 這時候才有造 造的時候讓大家熱行起來 去給你連署 這時候怎麼可以說躲起來 說又拒絕受訪又神隱 這個不太合一般的 選舉的常態不是這樣嗎 這時候才應該帶頭衝出來 對不對 然後到處去演講 到處去拉票才對